SPI 用於一體配置非常簡單 和傳輸速度快等優點 使 SPI 在業界上廣泛使用 現在讓我們來介紹 最常見的通訊介面之一 SPI SPI 是一種同步串型通訊協定 需要透過時脈線來進行同步傳輸 SPI 常應用於嵌入式系統中 比如 Sony 的 PS2 有線搖桿 以及螢幕或是 Double Eplone SPI 通訊需要四條線來進行傳輸 並且支持全雙共通訊 代表主機和從機可以同時發送和接收數據 與其他通訊相比 SPI 的通訊速度相對較高 傳輸速率可達 20 Mbs 那我們現在來依序介紹 SPI 的四條訊號線 MOSI 為主機傳給從機的數據訊號線 MISO 為從機傳給主機的數據訊號線 其中 N 代表 Master 主機 S 代表 Slav 從機 O 代表 Opt 輸出 I 代表 Input 輸入 SCK 為時脈線 是主機生成的時脈訊號 用來同步數據傳輸 是判斷數據的基準 SS 為遍顯訊號線 又稱 CS SPI 介面允許一台主機同時控制多台重機 而 SS 騙選訊號線的功能 就是選擇要與主機通訊的重機 一般來說 當指定重機的 SS 訊號線 電位拉低時 代表主機要與此重機溝通 而其他重機則不動作 依照設備的需求 有些重機只需要讀取 或是傳輸訊號 所以可能只有三條線 要瞭解 SPI 傳輸信號的過程 首先我們要簡單介紹 SCK 時脈訊號的名詞 SCK 在閒置時的狀態升為 CPOL CPOL 等於 0 的時候 代表 SCK 在閒置狀態時為低電位 CPOL 等於 1 的時候 代表 SCK 在閒置狀態時為高電位 傳輸數據的判斷標準 由時脈線的 CPHA 決定 時脈線從低電位轉換成高電位的過程 或從高電位轉換成低電位的過程 稱為時脈訊號邊緣 決定了時脈的 CPHA 也就是決定數據取樣的時刻 讓 CPHA 等於 0 時 數據的判斷基準 由第一個時脈邊緣決定 讓 CPHA 等於 1 時 數據的判斷基準 由第二個時脈邊緣決定 依照上述兩種參數 CPOL 和 CPHA 的組合 可以定義四種不同的 SPI 模式 在數據線都相同的情況下 根據 SPI 的模式不同 所得出的數據也會不同 我們以第一種模式做舉例 設備開始傳輸訊號時 把 SS 遍選訊號線的定位拉低 指定相對應的重機設備 接著 MOSI 數據線 與 SCK 時脈線同時輸出訊號 SCK 時脈線的第一個邊緣 對應到的 MOSI 數據線為低電位時 採集到的數據為 0 反之 SCK 時脈線的第一個邊緣 對應到的 MOSI 數據線為高電位時 採集到的數據為 1 意思類堆傳輸 8 個位元 而 MISO 訊號線 接收訊號也是同一種方式 接著 沒有要傳輸訊號或讀取訊號時 SCK 會處於低電位 也就是閒置狀態 最後 將 SS 遍選訊號的電位拉高 代表 SPI 通訊結束 其他種模式的判斷數據方式 也是一樣的道理 要使用哪一種模式做 SPI 傳輸 在設備的規格書裡 會詳細的說明 比如 M95 M04 這一顆 W1 Pro 就是使用 SPI 的 MOD 0 以及 MOD 4 只要分辨好 SCK 的 CPOL 和 CPHA 所有的 SPI 模式 一點就通 如果小夥伴們 還想要了解其他通訊介面 或是其他科技相關知識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